大家好,我是豆腐,我是台大的设计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台大的一家人设计系统评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先上评论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由台大资贡系的学生所开发的专案 那它叫做MTU Course Near 那它主要就是针对台大课程网的界面,看起来实在是太久也也太可怕 这件事情所做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它变得更好看,变得更加accessible 那这个专案在他们应该是从2018还有2019年的时候开发出来的专案 然后在两年内就是获得了蛮选顾的成功这样子 就对于一个学生专案来说是这样子 他们有超过5000个认字的访问认字 然后还有1200个已经注册的会员这样子 就是其实还蛮成功的 那刚好就是台大教务处这边也因为就是受到了太多就是有关于就是教务系统就是这个界面看起来太久年代的问题 所以呢他们刚好也想要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就是刚好啊既然刚好有同学就是想要来做这件事情那就给他们做吧这样子 所以呢是他们就是因此就是合作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呢是台大现在的新的课程网就是他原本长的就是 他把我没有放开那反正他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还蛮有应该的 如果大家以前的课程太大的话应该知道其实没长这样子 反正就是新的界面 对 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一些原因我也被叫进去帮忙做他的设计 呃主要是因为就他们原本原本在维护这个东西东西的设计师应该也是他们的 好像也是他们的学生这样子 呃要毕业了然后要去下地方然后呃设计师这边就刚好有一个设计 因为他们期待就是这个平台可以就是呃大多数就是由学生来负责运营这样子 然后我就被找进去这样子 但是呢就是呃我在台大那边的工作就是呃算说刚刚 那算说就是他是一个学生的专案但他其实是跟教务处的实际合作也就是说我在里面是以一个公读生的身份工作 所以呢我在那里面的工作其实并不只有就是写出课程的设计而已 就是就是还有的是要帮他们做其他的商务系统的办事工作就是呃比方说像这个东西 它是华语文的英文能力检验系统就是呢如果台大的大家就是在大一这样入学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呃抵免一些英文方面的学分或者是一些海外乔生他们朋友做一些中文方面的测验之类的 然后他们应该都会进到这个页面 那那就是经过呃我的设计以后就是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上线的所以可能是明年吧 那这个组战呢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重新设计的一个方法系统 那原本就是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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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这个样子就是 而且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怕 就是因为当时好像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 应该是在1990年代吧 当时好像我是没有很确定平台这个概念 在当时到底什么事情 反正他们当时就是没有所谓的 账户还有登录还有密码这些概念 就是他们一切的东西 都是只有所谓的缴背账户 还有所谓的通行嘛 然后你每access 就是你只要想要access到任何的一个资料 你都要输入这样的东西 which is 各样的可怕 这样子 然后呢我后来就把它处理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看起来就是稍微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有一个正常平台的样子 对然后呢就是 可是呢我在做完这个project后 招呼出人他们就跟我说 就是他们想要把刚刚的这些设计 就是直接照搬到其他的报名系统上面 因为他们说他们有 有就是其他的报名系统 像这个是转据到报名系统吗 他们还有什么硕士班照的系统啊 什么博士班照的系统啊 什么个人申请的考试方式的面试的报名系统啊 其实都是用类似的方法 所以他们期待就是 我做完就是这个转学考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些设计 直接挪用到其他的地方上面去 但是就是听起来就是在我耳里 就是我一开始听到这些的时候 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就是理论上来说 这些case应该都是要case by case处理的 就是直接照搬过去 呃在设计上可能听起来有一点不太妙 但是呢他们就是类似的系统 大概有超过22个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切都要用 就是相对合理的 就是相对正常 听起来很正常的方式处理的话 我一次要处理到22个 就是相对就是类似的系统 然后去针对每一个系统 去做特别的设计这样子 就是这听起来没有很科学 而且就是我提个公主生的理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他们提了一个点子 那就是呢 嗯就是既然说这些系统 就是要做给台大或潜在的台大的使用 那为什么不直接邀请他们 一起来设计这些服务这些商务系统呢 于是呢就是Experience NTV 这个专案就出现了 那他就是一个开源设计系统 那开源设计系统就是过敏思议 就是除了我可以在里面做设计之外 其他台大的学生如果想要就是 就是帮他们的消息系统做更新 或者说去更新一些URN component的话 他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 这样子就是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就是责任全部都在我身上这样子 没有错 那这个那设计系统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想象 是它基本超大的贴纸布 这样子就是上面各式各样的贴纸 那实物上来讲的话 它长得就像这样 所以这个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按钮 它就都被放在一个文字里面 然后你如果想要用的 你想要用的时候 你就直接就是从这边直接布置一个按钮 然后呢直接把它贴到这上面去就好了 然后你完全不需要就是想说 哦这个是按钮到底要怎么设计 哦这个字体大小到底要多少可以 这样好开始的 这些问题通通通都可以通通都可以就是被忽略这样子 那就是你就不需要去烦恼就是按钮吵吵吵的问题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下面 那为什么它很重要呢就是 哦我发现我长得很快 对我们现在还是很快 哎好刚好哦 好那 好那今天今天就是 好 对那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做这件事情很重要了 因为我觉得设计产品的意义是在于说 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解决 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想透过就是开发这套开人手机系统 让每一位就是台大的学生就是 不用因为就是自己的设计能力 没有到特别好的关系 而没有办法去设计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服务 这样子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谢大家了